現在國保都不要了嗎 但是呢 總是抗中保台喊的這麼大聲的同時 雙標還是打到自己人 我們可以看到 民營黨台灣市長候選鄭運鵬 那麼他現在跟現在市長 鄭文燦合體掃街 當時我們可以看到呢 民營黨不是大喊的抗中嗎 但是沒想到當時要打這個張善政 說他是怒氣的直董 那麼現在鄭運鵬被當街來嗆聲 直接嗆他是中國鵬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了 穿著橘色外套的為民眾 在當時啊 這個鄭運鵬在小街拜票經過的時候 他就不斷的高喊 不斷的來開嗆說中國鵬 競選團隊也回嗆 也要大喊把聲蓋過去 喊出鄭運鵬動算 雙方要來拼聲勢隔街互喊 家裡有兩次 家裡有兩次 請坐蓋 請坐蓋 來 佳文 中國鵬 人民必須不須 中國鵬 白天更生寶財 晚上青春點財 中國鵬 蔡運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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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隨行嗆聲呢 真的會讓候選人真是蠻尷尬的 那麼現在也要來看到在討論的部分選舉選戰黨更加白熱化 根據一個最新的支持度的民調 我們再看到這個部分 張善政是46.35%領先了民進黨中英鵬的41.3% 雖然差距不太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民眾黨的賴香菱還有五黨傑鄭寶欽 兩個人分別拿到的是3.99在賴香菱的部分 至於在鎮保清是3.52% 表示什麼呢 強者很強弱者很弱 那現在呢 是不是有這個清零已經被捨棄了 分別要向藍綠最後還是回歸到藍綠的對決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互潑紅墨水 但是呢根據這個民調支持度比一比 你就會發現在鄭文燦的部分 在這邊一個施政滿意度 在這個施政滿意度 你可以看到在非常滿意的部分 在這邊 百分之91.07% 這個還有滿意跟不滿意的部分等等 那為什麼要來提到這個 鄭文燦他的一個施政滿意度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在打選戰的時候 鄭文燦真的是很用力 有幫忙來浮選幫忙來掃接 剛剛在畫面上你也可以看到了 跟著鄭運鵬一塊 那麼進入到倒數階段 他也要全力來衝刺 但是在這個時候呢 國民黨 桃園市長候選張善就說了 鄭文燦從選戰一開始就加入戰局 從先前的林志堅啦 到後來的鄭文燦啦 他也呼籲 是不是應該多花一點心思 顧好自己的市政 尤其是桃園總圖書館市運運的日期 一言再言不斷地延宕 鄭文燦你應該要出來說明清楚 到底為什麼延期呢 還有先前一些豆腐紮工程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針對這樣的狀況 鄭文燦並沒有做出回應 總圖書館又再度延期 然後後面又傳輸說背後是 他女兒書長在接案 我覺得如果顧及到圖書館 他的工程還沒有完善 有安全的顧慮 往後延期是應該的 但是它是一個我們桃園市民 期待的工程 要往後延期的話 市政府 鄭文燦市長應該出來說明說 因為什麼原因延期 然後大概什麼時候可以開幕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政府才能加入戰局 開運街頭幫助 鄭文燦市長會不會的 他從一開始就加入戰局了 從林志堅到鄭文燦市長 他無時不刻都在加入戰局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花點心思 好好顧好市政府 未來桃園執行 那個公共工程案如何優質 其實我講過八個制度 就是清廉政府乾淨發包 我們務必要確保 我們發包的過程是 沒有這些私人關係涉入 能夠吸引優質廠商來投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市政府在整個施工過程裡面 要非常的關心去看 這個工程進行 是不是符合市政府的期待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已經蓋好了 或蓋到一半的工程 我們必須要回頭去檢視 它的安全性 做一個全面性的體驗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